那兩位是有可能在盯中舞台上同台 或是同台之類的 較勁吧 就比看誰穿得比較漂亮 你就看他也要漂亮 對啊 我當寶寶 他可能會以寶寶的方式 對啊 入場 我真的假的 有人在 對 那以為這次也是第一次入圍的這種項目 對 其實很開心 真的非常開心 當下的感受真的是 我覺得有一種好像不真的做夢的感覺 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因為之前可能一直都抱持著一個 安心拍戲做好我該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從來沒有想像過說入圍的這一天 那他真的到來的時候 真的是蠻不可思議 就期待囉 我也超替你開心的 你先滴兩鼻眼淚 不是 我有傳訊息給 康仁哥嗎 康仁哥說恭喜 為什麼不是恭喜我啊 我有跟他說恭喜 然後我還跟他說 但我覺得宇薇入圍我比較開心 所以其實康仁哥也很開心 他說自己的入圍還開心 對 其實我本來還沒有那麼感覺深刻 只是覺得哇 好像真的有這件事情 但是他傳眼鏡給我是一場串 就是他有多替我開心 他有多感動什麼什麼的 我就才慢慢的好像在我的心中 開始發酵這個心情 就是原來 這麼開心 對 原來有這麼開心的 那兩位就有可能在聽眾舞台上 同台或是同台之類的 較勁吧 就比看誰穿得比較漂亮 你就他也要漂亮 對啊 他可能會以寶寶的方式 入場 我真的假的 有這樣 當然是開玩笑的 你不要挖洞給他跳 然後回去要開始換禮服 那你們有提前先慶祝一下嗎 沒有耶 就是正常生活 但是 去吃飯算嗎 就正常吃飯 算啦 算慶祝啦 那兩位有想好聽眾要怎麼穿嗎 沒有耶 我也還沒有決定耶 就是都一直還在工作中 還沒去試衣服什麼都還沒 那宇文有想過就是持續的話 都OK 也沒有真的都OK 就是衣服真的好看 如下線 好啊 腳帥就陪我自己穿 無上線也無下線 對 但是前陣子也有跟商人關係 去泰國旅行的 那最近找演藝圈很多好事 那兩位有沒有想到說 他們是接下來的 你們沒看到有這麼多好戲入選嗎 就代表我們會很忙啊 這就是好事啊 對啊 我們會很忙 野草計畫就是我們的好事 演藝圈的好事啊 對啊 對 我好想要得來 你說得還沒想要 我操作 好事啊